奇异果加豆浆减肥 小心试得其反 有网友问 想靠吃奇异果加豆浆减肥 这样的方法真的有效吗 营养师说 光烤蛋白质跟糖的摄取 容易带来饱足感 却因为缺乏油脂 会加快胃的排空速度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饮食状况底下 前面一两个月 当然一定会瘦得很快 可是之后 它身体的一个反弹 因为它会很想吃 医生提醒想减肥的民众 还是要吃足每人每日的摄取量 一般来说 如果说一个比较简单的算法 它目前的体重乘上30 就是它大概一定要吃的油量 假设50公斤好了 535 1500 也就是它最少要吃到1500大卡 以十颗奇异果500大卡 豆浆一杯500大卡来算 热量摄取也不到1200大卡 建议民众 每日适量减少200大卡 别让自己的身体 因减肥而适得其反 生活中心台北报道